Hello 大家晚上好 各位网友 晚上好 好 欢迎大家收看 香港九点啦 又到九点钟啦 那我先看看我的电话这边 因为今天改了一个地方 这个线落怕不懂好不好啊 今天 所以要看看那个线好吗 今天啊 先试一下 看有人进来吗 吃饱了吗 哇 意干吗 就是那个房间 现在有客人在用着 做到那个房间 做到的就是那一个房间 现在有客人在用着 好 那我们今天就转来这一个小房间来做到的 直播 啊 OK 今天慢了少许 因为其实上海 缺了少许问题啊 对对 因为就是要调那个Wi-Fi啊 所以这边因为Wi-Fi比较不好 所以现在要用电话的Wi-Fi来接给他 所以就是会比较慢一点啊 OK Aster 你好 Coco 你好 美姐 你好 美姐 晚上好 晚上好 吃饱了吗 lot采热了吗 responsibilities Mista 你好 Ey Serene 你好 Ey Serene 你好 innovative Hello Serene 你好 Euridra 你好 大家都晚上好 Tony 晚上好 Lala 晚上好 LeLala 上去 COME 要不要玩玩台啊 要不要玩玩台 真的妈咪啊 开五年八呢 要不要玩玩台 有什么 没溜了 我来说 乖哥敢拍有没有在家里 满旋 煮东西 还煮我们的直播 有没有在家里煮东西 咪咪 你好 晚上好 王先生 晚上好 反而发现很多人来来 玩得很快 王先生 今晚做个潮州粥 潮州豪仔粥 潮州 是那个朝鞋那儿的地方 潮山 不是潮山 潮山 潮山 反而不想走 潮州粥 潮山 潮山 好 好 那现在有潮哥先帮你介绍一下 这个潮州粥好不好 好 那我们先说一下材料 是吧 王先生 王先生好啊 王先生 那我们先吃冷饭 冷饭白饭吃剩的白饭就可以了 跟着呢 就有少少那个冬菜 跟着肉菜 肉菜 跟着就肯定主角来的 这个猴来的 猴仔 猴仔 猴仔来的 跟着有 有些芫荽 葱 最重要的是大地鱼 大地鱼 大地鱼 大地鱼就是 大地鱼 有些是有皮的 就是买回来 有些有皮的 有些用炸油也可以 用煎油也可以 用烧油也可以 用烧油也可以 这些 这些呢 我就 剪了肉 然后剪了一块一块 这些一块一块很小的 这些一块一块很小的 那煮炒猪猪呢 大多数都要用这个 番鱼 就是所谓的 大地鱼 对吗 因为没有这个帮鱼呢 就没有那个味道 潮州的味道 没有那个香味 就有糖芹 就是糖芹叶 就是这么多 如果有家 如果在家裡 有汤就搭汤 没有汤就落清水 那我今晚会落汤 你这就是汤 大致就是这样 当然是鱼露 胡椒粉 就是这样的 那么炒猪呢 这个猪呢 其实应该要叫炒猪模样 是吗 应该叫模样 不叫猪吧 其实猪就是 就是好像你在广东 他们煮那个猪 煮到那个年年 那我们一边说 一边一边 一边处理了 那些 那些 那些材料 那我们先切葱 葱花先 葱花 Messie好 Messie你叫Kunggok Dandy 你不好吃 Mr.Ong, Susan你好 王先生好 为你满上好 那我们先切葱花先 是吗 爽身粉 今天晚上我没有吃南姜 李勉,你今天很准时 就进来了 妹妹,好了 桥椒粥很好吃 我都很喜欢吃桥椒粥 那你说容易不容易 不复杂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只有用心一点 做出来就 就 就比较 挺好吃的 那些蛋糕 都是一个梅 那其实就是炒粥 炒粥 炒粥 那麽梅 那麽就好像 將那个米一粒粒 煮到好像散开 那些炮饭 那我们说明是粥 炒粥 就是炒粥 炒粥 炒粥 炒粥和炒粥 有点分别 其实炒粥 炒粥 水多 脆粥 Parece 它就会比较稠 会比较稠 不会 zaということ 麦 juro 只会是捱 头是彩杨 肉就是蛮 looked 是ark 很多 那些是干蔭的 是不是 肯州人做了 咯 在澳洲那裡,你們在那裡吃的梅 還有一粒粒的,好像是收開的房子裡 還有泡飯的銀子 泡飯就有很多水 那些粥就像廣東那些人,煮的那些粥 粥就比較稠一點 那些什麼 廣東粥完全不一樣 你喜歡吃芸蟹的朋友可以放芸蟹 你們喜歡吃芸蟹的那些朋友們 你們可以放芸蟹 當然也可以放芸蟹的那些就不要放芸蟹下去 一定要糖芹、芸蟹、粥瓜那些才會香 那樣的粥 但是潮州粥都遠離不了這些大地魚 這些也許的才會比較好吃 為什麼會有潮州的梅呢? 因為這些是潮州人,你知啦,是慣慣了的 他們很節儉 所以他們不會浪費的 每樣東西都要做到像冷飯一樣 他們都不要浪費 他們都做得很好吃的 這樣叫做潮州粥 所以梅和粥都有分別 所以梅和粥就沒有那麼難 沒有那麼難的粥 你真的要煮得很難 那潮州粥呢 其實是冷飯 它就不像我們廣東粥那樣 煮到它起膠、煮到它綿 它不會的 它要看得到一粒粒飯 因為潮州的人都是靠近海邊 潮州的人都是靠近海邊 當然是以那些鮮甜味的海鮮為主 那麽那個其實蠔是在 就是這麼多海鮮 它是蠻有營養的一個 而且它是蠻有那個 蓋的那個成分是最高的 要 好啦,那我們切厚些 放在這裏先 而且你們抓這個蠔 要很小心 就是因為它很滑 好 那麽這個肉水呢 我們呢 就現在加一些鹽 跟生粉 搖一搖先 那我就讓你們看著那個 比較關注這個牆哥那邊的做法 下一點鹽先 好 先搖勻的先 放入少許的味道 這個肉碎要怎麼做呢? 我們用煎, 沒用炒 煎的好處, 第一, 它會香 第二, 做一個粥 有很多就這樣, 生了味就這樣放進去 一起, 一起 煎不煎, 炒不炒, 就這樣放進去 都可以, 煮出來後果沒那麼好, 粥沒有那麼香 哎呀, 妹妹哥哥都跟他, 都很簡單的 OK, 有些粥不要放好, 可以放袋子嗎? 但是, 是可以, 是嗎? 強哥 可以, 沒問題 因為今晚是加了豪宅粥來的, 不放 我們放一根生粉 放一個公車粉 因為肉碎, 肉片也好, 如果沒有少許生粉 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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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粗糙 所以, 給它一點, 少許, 沒那麼粗糙 所以我們, 添少許生粉下去 煎每一樣東西, 都要有一個程序 有一個過程 所以, 真是不隨便可以的 一隨便, 出來的後果就不會很好吃 好,我們醃了肉鬆,我們就開始移動了 阿姨,因為這個很簡單,我不會拿到它 當然廚師,廚師當然是甚麼都比較簡單 對嗎?其實我們有沒有甚麼煮菜的人 就比較難搞一點 Sherry,晚上吧,Sherry 阿姨,你好,阿姨,她飛出來了,好像已經… 好,我們第一個先處理那個喉,我們用水 你們不要留意這一塊了,怎樣煮這個喉仔 這一個是小技巧這一塊 用水灑一下喉,為甚麼會多多喉 因為第一,喉買回來 喉,我們買回來一定要落生粉 走了雪之後,然後落生粉,省一下它 如果再不乾淨,停乾水,再落生粉,再折一下它 不要落水,然後省一下它 然後再抖起它,洗乾淨,它就會很肥 很漂亮 為甚麼要多多水呢? 因為它喉很腥,因為它急凍了 可以了 我們帶給它兩三成熟,即四五成熟就可以了 這樣它就不會太腥了 而且日都不會收身 好,我們現在抖起它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喉嚨 倒起它 倒起它 這樣吧 好,我們現在可以去做 好,謝謝 謝謝 好,我來 那些牛奶之稱 你看,好像牛奶一樣 所以蛋褲残和脂肪 就放一些其他,可以帶些些 少許的油 放少許油進去 我想你喝 OK 我們這個 這個放魚 這個放魚 日都不炸 我們煎就好了 飽就好了 OK 你喝 好 往上烤 讓我鑊鑊 要不動地去翻動 如果不是很容易焦 有些有皮 如果有一層黑色的皮 你可以在平透露上 這個不要了 炸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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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任君選擇 我們開大一點點 一定要爆脆它 是 慢慢在那邊爆脆它 爆香它 不要開這麼大火先 不要開大火 因為一放魚 它就很容易焦 一焦了之後 它有一股糯米 現在很香 你看馬上香味就出來了 很快 所以一定要爆到它 兩邊金黃色這樣 然後倒起它 很香的 味道 所以滾粥 潮州人 沒有這個放魚 是不行的 這就是一個主力 這個番魚是 潮州 你們去吃潮州菜 肯定有潮州這個豪宅粥的 有冬菜那些 是啊 有冬菜的 潮州人一定要冬菜 是啊 今天晚上好 滾什麼粥都要冬菜 是的 是的 大家馬上好 我這邊跳出來的人會比較 好呀 哈囉 Auntie 你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好像金黃色的了 好脆的了 很快 馬上加黃色 再焦一下給我們看 好 那我們倒起它 明明你在家可以做這個潮州 今天強哥教你怎麼做 好 Auntie 你好 Auntie 你好 Auntie 你在嗎 好 我們再用隔油脂 鎖一鎖油脂 鎖一鎖油脂 鎖來鎖油脂 鎖一鎖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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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油脂 鎖一下鎖油脂 我們先用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加點鎖油脂 放鎖油脂 也要再炒一下,再煎一下 好少油啊,现在 可以啊,妹妹可以啊 你们可以,其实我讲过 这些菜,如果你们可以都在美亚那边进 去美亚那边吃饭 从美亚那边煮给你们吃,没问题的 煎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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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 为什么要炒? 炒一下,其實不出油,沒有油 煎的原因是給豬油出來 煎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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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湯 煎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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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湯 煎湯,加多點選擇… 出來的效果就會高的 的 你好,你叫我這裡示範,跟我打招呼 好,祝你先生生日快樂,和媳婦 你們的重年紀念 謝謝你一este 來,我們支持 謝謝 谢谢 刚才我要进去给你唱生日歌 刚好九点到了 没有办法在这边开直播了 所以在这边给你们讲一声生日快乐 跟你先生跟你示范 对啦 生日快乐 好了 现在我们煎到它 好啊 起焦起焦这样 我们现在就翻动一下它 炒一下它 进进这网上 妹妹你们在每一层上 我叫强哥帮你们煮一个炒粥粥 本来肉粥它是有酥味的 所以我们煎一煎 让它更香 妹妹 你好 那就可以了 中午三晚 那我们现在就下汤了 摘鸡公 你好 下汤 那大概一碗饭起码都要 如果粥来说起码都要差不多三碗 三碗汤这样 三碗水这样 Rachel, 王先生好 OK, 刘师傅有问 强哥, 请问炒州菜 好, 加冬菜 现在加冬菜 有一个王先生朋友问 炒州菜跟广东菜 分别在哪里呢 说冬菜 其实潮州菜有很多 好像很香的东西 比如它有饭素也很少的 但是它珍惜那个潮州菜 其实它没有广东菜那么多 而且重大分别的原因 就是那个 那个潮州菜就清淡一些 那个广东菜就变化无穷 变化很多种类 还有就是说 广东菜其实有很多个地方 加在一起都是广东菜 比如说 那个 神德 和广州那边 又有 南海 所以全部加在一起 都是广东菜 所以他们的文化 比较广东菜 比较广东 比较广东 潮州它就会比较清淡 因为它靠沿海 所以它比较以海鲜为主 所以比较清淡一点 所以比较清淡一点 它菜 你看冬菜啊 那种都是炒州菜 好, 这个芳鱼 我们加上去 我们让它滚 这个滚汤也是很快的 这样怎么办 好快的 其实煮这道菜真的很快的 今晚我煮这个粥 就会比较稠一点 因为是粥来的 震湿潮州 不是震湿 是传统的潮州粥 不是正宗 是传统的潮州粥 我不敢说正宗 但是呢 现在就会稠一点 不要那么水 如果水太水 它就变成泡饭了 所以这个大家 大家要明白 这一样东西 如果你喜欢吃水水的 好像泡饭那样 那你会加多些水 加多些糖 是吧 没什么的 所以看你们个人的喜好 好 要多水啊 少水都没问题 那因为我这个 这个窩呢 这个窩呢 可能都不是很大 都不需要很够大 所以我就 今晚这碗饭 我可能都不需要 下来的 这碗饭都不需要 下来这么多 不是我比较稠的 不是我比较稠的 那这米是潮州人种的吗 那个莉莉问你 这个米是不是 潮州人种的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喔 阿莉莉 我这个是泰国米 什么米都可以的 冷瓣 用冷瓣 用冷瓣 小生粉 你要问个问题 有时候我跟人家答 是啰 好搞笑 阿莉莉你问个问题 真是 好复杂 好深谋 真是感觉很快 小婆 老板娘 你好 Felicia 你好 咪咪好 咪咪好 这不是潮州人种的 这个米 泰国 马来西亚都可以种的 今天你几次上 我都去这边吃饭 让我看看你 我的眼泪 搞笑 对 粥底火窝 Kelvin 对啊 对啊 Kelvin 你知道现在很多人 做蒸汽火窝 他不是很喜欢这个 粥啊 放在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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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粥底 放在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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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眠的 看不到饭的 完全是粥底 現在水滾了,我們下去下去,下飯 我看下一半就夠了 可以再下多少少 我們現在先教味 對呀,妹妹雙身粉很搞笑,好搞笑 強哥哥掌幫你們放一些調味料 我們潮州人主要去吃魚露 我們一定要下差不多一根半的魚露 如果不夠才再下 半茶匙,即胡椒粉,小茶匙 魚露用大茶匙 你看那個 好了,現在這些,芫荽和糖芹,我們先放下去 這個真的可以學上來,其實很容易煮 真的,這個是滾湯跟剛才那個 大家當然問,為什麼會 那個喉還未下,那個喉千元不要下去 第一,你滾粥滾得太久,那個喉會很腥 整窩粥都腥的 所以我們差不多可以了 滾到那個粥可以了,我們先放喉下去 然後關火,給它餘溫 因為我們這個喉已經搓過來 差不多五六成熟了 所以我們關火,又不是那粥可以了 然後才下那個喉,然後用它的餘溫來 那個喉就不會收身 不會細細粒,收到細細粒 然後煮熟,吃下去又不會柴 這樣,千萬不要這麼快,千萬不要這麼走下去 祝福我,Kelvin海的 表姐好,Dichai Shee你好 Dichai Shee你看一下明天休息 還是快午休息煮給我吃 一落個小小魚肉來點 所以現在就講說那個延續 就看個人有些人真的不太愛吃延續 你們就別犯了 一讓它滾下去一點點 因為它那個大地魚還沒出來了 就是那個蜂魚 是嗎?都要關十五分鐘而已 這樣就不用 不用嗎? 關到它爛爛爛爛爛 不用爛爛爛爛爛爛爛的 不用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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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的 最重要是 就是等到那個水就會 就滾就滾就滾了 是嗎? 如果大家用新米的 就是用今晚吃剩的飯 不是冷飯來的 就是不是擺隔夜的中冷飯 可以拿個飯 就放到清水裡 就是浸一浸清水 這樣放下去它就刺潮粥了 如果不是,它會很容易爛 一爛了就像廣東粥了,不像潮州粥 就連連糊糊的,黏一塊的 有沒有看到,全部都是和我幫緊一點 這些是一粒一粒米的 全部一粒一粒米,看到的 拿到蓉蓉和南薑,我放下去更加有一個很漂亮的味道 Karen,等一下回來做一個什麼? 竹底火鍋 竹底火鍋過時了 Karen,你想也沒想,竹底火鍋 其實這個 為什麼竹底火鍋其實只有廣州神德 那個武米粥做得比較成功的 有很多人模仿它,在新加坡也好,香港也好 他們都做得不是那麼成功的 為什麼呢? 竹底做火鍋底,它比較好熱 如果火鍋太熱,你一拉到舌頭 之後一打下來就不想吃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做竹底火鍋是熱的 因為它很熱,太過熱了 如果六七條舌頭,你想吃什麼都不想吃了 好,那我們加了蔥花 你什麼很想吃,是不是? 好,拜託,叫橋哥煮給你吃 拜託,拜託不行,我在家園拜託 拜託有很多 哪有這麼多東西吃飯 我明天拜託 明天嗎? 拜託晚上應該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放下去 現在猴姐看到撞煲煲,是不是? 那我們關火它 放下去 就搞定 對 這樣就搞定了 很好吃 吃了火鍋,給它余溫浸著那個猴仔 這樣它就會脹煲煲的 要不然猴仔煮得太久 它會收得很細 收得很細 不但整個窩粥很腥 非常腥的 大家看到呢 這個就好像 就不會說好水的 這個真是粥來的 給我看一下 看一下粥 真是潮州粥來的 這個 就不是泡飯 拜託,阿妹妹拜託 那個誰是拜託 天晚上才來的 拜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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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冷 這個 其實可以看一看 我們那個個人的喜好 大地兒放多少 冬菜放多少 其實 這樣壓味道的 嗯 這樣它就不會腥 一點腥味都沒有的 蠔仔呢 它就會好 好脹煲煲的 大家看一下 這個蠔仔 好脹的 脹煲煲的 蠔仔 你們 來 我幫你們show 好 好脹的 show 給你看 好像沒有什麼滑 剛剛 看得到 這邊 這邊 ok 看了 好 是啊 老口水 老口水 旁邊看都好吃 我覺得 這樣就完成 不會有的 不會有的 嗯 清淡一點 非常清淡的 所以這個 這個 潮州粥 其實也很容易 很容易 複雜 很簡單很容易 不是說你想像中間那麼複雜 只有加多一點程序 下去 煎肉鬆 是不是 嗯 接著 那個 芳丸就 炒 煎 金黃色 煎脆 然後 又 用燒也可以 炸也可以 沒問題的 所以 就會比較 比較香 滾出來 有個幫羽的味道 再加上魚爐 所以 這裏 潮州粥 就這樣 形成了 是非常清淡的 是的 這樣 這裏 潮州粥 就搞定了 就到此為止了 簡而清 快 漂亮 是吧 還有呢 就是 希望大家喜歡 就是 我們 有放在網上面 你們也可以看看我們福州家院的餐館 好 那個女的是我們那邊的經理來的 好 那個朱經理那 改次有機會下到福州都可以去找 那邊吃飯一下 好 所以 希望大家 沒有介紹錯了 大家可以試一下吃這個冷飯 放在隔夜的 就是 跟著倒下去 滾這個潮州粥 是非常之不錯的選擇 是的 又清淡 又不會說 也不會浪費食物 是的 如果沒有什麼胃口 滾這個潮州粥吃 都是 都是很好的 就是一個選擇 那陣子的飯 都已經有點難了 是的 那這樣就差不多了 今天 那 那我們就到此為止了 那我們就下個 這個禮拜天再見了 好嗎 OK 下個禮拜日升 就是禮拜日 九點我們再見 好 OK 多謝各位收看 到時候再通知你們 我們在Gmail 好嗎 分享給你們看 OK 好 那就大家晚安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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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